接下來要為大家帶來這首曲子是《粉紅旺詩之風》 《粉紅旺詩之風》是日本作曲家天幻之術所創作的聽聽曲 是2015年日本全國管樂大賽的指定曲 也在一段話中吹響馬上第一套中作為比賽的指定曲 從西班牙的視角來描寫悠閒美好的《粉紅旺詩》 敘述著作者從西班牙前往《粉紅旺詩》 再回到西班牙的有趣故事 我有像蓋希維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制定的地位 以木板的十六分音符搭配長套響亮的滑音 創造出西班牙風格的浩角聲作為開頭 而後數底帶出了木板優雅的樂音 接著同管樂器出場 再次用氣勢描述了西班牙洋溢的熱情 在緊湊的節奏之後旋律帶出了火旺詩風景 增添了一份專屬於法國南部的悠閒 由莎智斯風所營造出沉浸在薰衣潮海中的感覺 短題由魯曉爾般在風中穿梭著 而木板的合奏讓音樂浮出的令人陶醉風景 接著小號響亮的聲音將火旺詩之風劃開 象徵的作者即將回到了西班牙 並將躲美的曲風轉為熱情的快白 與第一段相呼籲 加入了更多弦律線條 將情緒與氣氛向前推進 最後在充滿西班牙風格中的號角聲結束 那接下來就有虎人大學廣情園社管理團 為大家帶來這首火旺詩之風 那我們歡迎注意指揮布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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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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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